一师亲自预配 罪无可遮 来人了 在 压下去 是 包拯 就在刚刚王弹宇展昭为争夺青龙珠 正是你死我活的时候 包拯突然驾倒 他一来展昭就率领张龙赵虎上前请罪 因为命抗指请大人才是 包拯见状尤为痛心 但又不得不公事公办 随后命王朝马汉将他三人扣押后审 两人上前不知如何下手 还是展昭和张龙赵虎主动将官帽和武器奉上 光看包大人的表情就知道他有多无奈 这时屋内的聂小红突然跑了出来 向包拯道名原委 他入宫偷盗青龙珠是为了替父亲解毒 名女甘愿受死 但望包大人能救我父亲一命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包拯能晚点取回青龙珠 再过半个时辰青龙珠就可熬之初解毒业 可站在一旁的王干却不愿意 认为自己有皇上亲赐的玉佩 拿着鸡毛挡令箭 命令开封府所属将盗珠贼人立马拿下 两人争执之时又从屋里跑出一人 原来何必的原名为和谦 是前兵部侍郎和大年之子 两年前他父亲外放之周 徒遇盗匪全家蒙难 他死里逃生隐姓埋名不敢露面 浪迹江湖两鱼仔 最近终于查出凶手的真实身份 希望包大人能为他主持公道 包拯听后向其询问 那杀你父母的凶犯为何人 何必走到王干面前毫不犹豫地指向他 王干心里一惊 随后立马反驳 兵部侍郎和大人是本将军重武状元的主审官 对本将军赏识有加 我怎么可能加害于他呢 原本何必也不知凶手是谁 但王干在追杀他与聂小红以及岳天仇时 所使用的兵器 和当日追杀他全家的凶犯凶器相同 仅凭一件相同的兵器就入人于罪 确实有些荒谬 包拯决定将此誓容后在意 眼下最重要的是偷盗青龙珠事件 皇宫内太后急需青龙珠解无珠之毒 而这边聂颖娘苦苦哀求 希望包大人能宽容片刻 等用青龙珠救活他丈夫后 他们一家立马俯首认罪 偷盗宫中之物已是株连九族的罪名 不明白为何聂是一家如此执着 非要等聂老丈读解以后再一起赴死 或许是被他们这种骨肉情深 宁愿同生共死的亲情所打动 包拯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怎奈王干死活不同意 命令包拯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取回青龙珠 否则就要上奏朝廷对他以抗旨罪论处 我包拯岂是你能威胁的人 白人哪 如下在 请出上方宝剑 是 包拯请出上方宝剑压制王干 如今青龙珠既已入顶 本府就自作主张先救治聂老丈 再迟回宫中救治太后 若你不服可静自返回宫中奏明圣上 圣上若因此有所怪罪 本府一身承担 随后还命开封府所属权力护顶 王干剑状只能请出更厉害的亲赐之物镇压 皇上曾逆旨追回青龙珠期间 前此班下的任何亲赐信物 见到王干的亲赐玉佩都要听命行事 为者株连九族可就在王干一脸得意 要从怀中掏出亲赐玉佩的时候 彻底傻眼了 玉佩早已落入他人之手